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竟然以人权为由 公开的鼓励其他各国说要联合来抵制北京冬奥会 美方个别人为什么担心各国人士参加北京冬奥会或者前往中国呢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害怕甚至恐惧各国人士来到中国之后 就会了解中国人权事业蓬勃发展的事实和真相 就会无情戳破反华势力炮制的种种奢华谎言 就会发现美方所谓借中国人权问题转移视线 掩盖他们的历史和现实人权罪恶的意图 就会看穿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借所谓人权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的用心 这更加戳穿了美方所谓民主 人权的虚似面目 也会看到美方他想这种虚似的原因 以及美方所谓人权政策的过程 我们去难以降 对你守护了人权的虚似的虚似的虚似的 真相当地的虚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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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